台南牛头牌好第一食品也买到了苏丹红蜡粉 台南市府派人饥茶 但不止沙茶酱大厂中招 全台有期限是大小厂牌 受波及 彰化的好品味食品也用到问题蜡粉 主要是辣椒酱跟沙茶酱 高雄市卫生局清茶 精湛加广进口的34000多公斤 违规蜡粉流向 新北市的八方云集4100多公斤 高雄也茶到2160公斤 台南巷牛头牌好第一食品也有一万多公斤 彰化的维力则进了520公斤 桃园海底捞3000多公斤 台中的美味王870公斤 最大宗却是云林的永信辣椒行 超过一万一千公斤 其中牛头牌好第一食品也紧急发声明 澄清没用到这批苏丹红蜡粉 也全数被稽茶人员封存厂内 市场除了这个重罚之外 主动通知市药署跟其他的六个县市 因为没有在期限内提供完整正确下游流向 又登载不实资料 进口违规蜡粉的金站公司 被高雄市府寄出重罚276万元 嘉广也被依此安法罚了30万元 现在是停工嘛 停业 对 虽然公司登记地址跟高雄市联雅区的金站一样 但嘉广的仓库其实在大树区 两间公司都被停业 停售五天 员工三间齐口恐怕也跟雄简 已经介入侦办有关 苏丹红风暴持续延烧 就怕雪球越滚越大 业者跟消费者都撞了一旦 金新闻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